所以這一次這張合集之後就 可能就沒了 其實很多報紙都講說 我們要解散了 其實是單飛 對啊 其實是單飛 快樂方還是在 那大家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不捨還是很開心啊 還是說 你懂嗎 剛好有人說 剛不是有人說不會不捨的 會啦 還是會 其實會 鬼鬼先講好了 我應該 還蠻不捨的吧 因為畢竟 可以站在這種舞台上唱歌的機會 可能就會越來越少啦 對啊 而且這個應該是我們 是一個人最後一次的一個 最後一次的一個 登台在一起 登台是不是 對 以前那種舞台 節目啦 就是節目唱歌節目啦 對 因為我很喜歡唱那個唱歌節目 上唱歌的節目 對 這種節目好輕鬆 好舒服喔 那瞧瞧 你有沒有一些 我感覺 會突然會覺得很想念 就是之前第一張的合唱 一到現在第二張 可能以後會沒有時間 跟你們合唱 會有一點點小遺憾 但很開心的是 我們就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發展 對 是最開心的 那就是我們這張合集 我們祝大哥是搖滾快樂 那其實應該很多粉絲 都會想要知道說 我們在錄搖滾快樂這首歌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很多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有沒有人要爆料一下 楊承鈞又唱不上去 對 這不是重點嗎 我一開始太高了 對 那個風歌我都唱不上去 對 就是後面有一個 搖搖搖搖滾快樂 這是阿道特地為他想出來的 對 因為他講得那麼可憐啊 因為他其他的地方都沒辦法唱 對 而且我那時候錄這首歌的時候還 心情不好啦 心情不好 對啊 因為那天好像狀況不是很好 對啊 剛考試完就上來 不過還是很開心啊 因為我們還是可以唱一些很快樂的歌給大家 對啊 所以希望之後還是有很多機會 對 以後如果我們各自擔負 還是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以那種快樂的心態 然後帶給大家快樂 然後唱出快樂的歌給大家聽 所以最後我們的Happy Ending是什麼 搖滾快樂 一下唄